大家好,我是兔妹 是什么让昔日的姐妹不再聊明星八卦和感情纠纷赶上在微信群里呐喊 我可以被绿,但是我的收益不能 又是什么让日常晒鞋、晒包、晒对象、晒车离子变成了暗中观察别人的收益的路 当然是我们这波90后后浪打破房价就加入了买基金的大潮包 每天叫醒我们的,不是梦想,也不是996 而是操心自己的基金,又赚了几个走 选基金经理就如同选对象,会赚钱 会带我赚钱,甚至带我妈赚钱 情绪稳定,有眼光,有潜力,一个都不能省 我要菜经理,不要经理菜 土豪喝着82年的Lavi,老板喝着罗曼日康蒂 我呢,有世界第三大酒庄的一方大,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然而我仔细看了看,发现大家选基金都是落信跟风为主 俗称超作业 所以投资的一般都是围绕着白酒、消费以及新能源这些热度非常非常高的行业 从而缺少了很多独立的判断 像觉得当年你们超作业的时候天天满分 可是你碰到考试就不及格的学渣 完全就是被收割的前兆 另外必须要提醒的是,不是有风险,激进的风险也不少 2020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了25个百分点 是2009年以来,升幅最高的一次 自然会导致未来的金融风险 相信嗅觉很理睿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 泡沫已经显现出来 去年我国几个主要的股市指数都大幅的上升 接近了30% 在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出现如此的流失 不可能,货币政策不外 上海深圳冷地的房价都涨的不少 这些都与流动性和更软率的变化有关 而基金现在的抱怀是非常明显的 央网和监管层已经注意到了这些贡献 所以后面还要继续持有基金朋友们 一定要提升一些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这段时间你们的基金收益都不合 当然希望你们都会兔没有简